自家房子消失不见 一栋新楼拔地而起 短短几个月 家里人为何毫不知情 又是什么人纠战雀巢 还照样理直气壮 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一定就承认了 说的那就盖好了 那就是我的房子了 他是这种口气 一份协议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家庭的辛酸往事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之 不翼而非的房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比如什么眼镜不见了 手机不见了 这时候呢心里头肯定就别提有多焦躁了 江都徐州呢 有位叫李慧的女士 她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 不过她不见的东西很不一般 是房子 她说她的房子突然不见了 要知道李女士说的 可不是什么游戏里的那种道具房子 是货真价实的 用于居住的房子 可房子那么大的一个东西 怎么会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李慧说的房子是在她老家 徐州是同山区的薛桥村的一套老房子 虽然李慧一家由于种种原因 这些年呢都没有在那居住 但是每年呢他们都会偶尔回去看看 然而突然有那么一天 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就惊讶地发现 自个家的老房子好像不翼而飞了 然后突然就是老房子的总用看不到了 自家老房子是一套土房 李慧明明记得他就在那 和眼前呈现的竟然是一栋崭新的两层小楼房 李慧一开始还以为是不是自个走错了地方 然而等他定了定神 仔细看了看周围 没错啊 他们家的老房子就是在这个地方 仅仅几个月前他们还回过老家 当时还是老样子 可前后不过几个月而已 老房子竟然变成了一栋新房 李慧就纳闷了 难道是自个的家人为了给自己一个惊喜 拆了老房子盖了套新的 他赶紧就给家人打电话 想问问他们这怎么回事 可没想到他们竟然也说不知情 什么老房子新房子 要不是李慧告诉他们 他们愣是不相信 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以四年应该是请民姐 请民不是上飞吗 请民姐前后我们去上飞 上飞那个房子还在 他拆除或者是在新建的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你周围的亲戚啊 或者原来的邻居什么 有没有跟你说 没有没有没有 从来就医生都没听过任何消息 就那么就盖起来了 对 等知道的时候就基本上 就只有一个大妹妹按了 全部都盖起了 老房子不光被拆了 现在那栋新房子都已经盖差不多了 而这一切呢 李慧一家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 看来这是有人揪占雀巢 想霸占李慧家的地盘 李慧很生气啊 要不是自个儿这次回来 他还不知道自己家都快成别家了呢 他不会有这种横行霸道的人呢 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这是他们家的房子 如果有人拆了又盖 这么大的动静 早该有人告诉他 他赶紧把我去打听 然后最后那结果呢 却气得他半天说不出话了 原来他房子拆了又盖的不是别人 竟然就是他堂弟 这就是李慧一起从小长大的堂弟 他叫李璐 一直呢在老家生活 李慧说他万万没想到 李璐会瞒着他干这样的事 当时我就气得就是直接派了让人快过来 然后我就给他告诉他打电话 那打个电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就承认了 说人家就盖好了 那就是我的房子了 他是这种口气 没想到李璐的那个态度还挺横 就一句话房子是我拆的 现在盖好了就是我的 他还以为这是下军旗呢 谁插了旗就是谁的地盘 李慧姐妹说李璐这话 简直令他们难以置信 这也太不讲理了吧 而且就李璐这行为 就李璐这态度 用不讲理这个词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那摆明了就是没把他们一家人放眼了呀 就是想想也是很欺负我们的 因为我们俩我是五岁多的 我姐八岁多 爸爸就去世了 然后就是说 这种我们一路走来的这种简讯 没有任何人能体会得到 李慧一家是越说越激动 而他们之所以这么伤心 那是因为被李璐拆掉的那套老房子 对他们来说意义很特别 那不仅仅是一套房子而已 更壮的是那房子的存在本身 就代表着李慧一家对至亲的思念 因为那房子是当年李慧的父亲 一直建造起来的 后来李慧的父亲因为事故活性去世 那套老房子就成了父亲 留给他们唯一的纪念 李慧他们在离开村子生活之后 之所以每年还会回来 除了给父亲上坟之外 也是借着那套房子 凭掉雇人 你会说了 别看那套房子老 曾经还有不少想买他们家的这个房子的人呢 可是都被他们给拒绝了 那个房子期间永远处价10万甚至12万 想卖掉 我觉得是父亲留下了一个遗产吧 就一直没人引卖掉 那套老房子对李慧一家来说呢 就是这样一种千金不换的存在 如今好端端的房子竟然被人莫名其妙的就给拆了 您说他们心里头能不难受吗 尤其是李慧的母亲 李慧的母亲得知了这件事之后 简直都要崩溃了 他心里肯定就是当时就非常愤怒 然后就是哭得不清 在就是我兄妹俩就是慢慢的锁接当中 他就慢慢还过来 瞧瞧李慧干的这好事啊 把李慧一家都给折腾成什么样 其实李慧自个儿也不是没房子 他的房子就在李慧家那套老房子的隔壁 可他为什么要去拆自个儿唐姐家的房子呢 这跟强曲豪赌有什么区别 一听这话呢 李慧竟然还说自个儿委屈了 他说他可没有霸占李慧家的房子 他这么做根本就不是为了自个儿 都是为了给他的奶奶 同样也是李慧姐妹的这个奶奶 尽孝 和拆房子这事跟尽孝有什么关系 李慧这就解释了 说李慧一家虽然20年前就离开村子了 不在那套老房子里生活了 但是那房子呢没有荒废 他们的奶奶这些年还一直都住在里头呢 李慧说奶奶都已经八十多岁了 生活嘛本来就不很便利 可是他住在那套老房子里呢 怎么说呢 那也太破旧了 其实那就是个威房 原来这个围墙也就是比我高一点 房屋就是三间那种老房子 用图带的土房子 然后长时间刮风下雨 上面的梁是木头的都断了 欧断了 所以说那些瓦我们就下雨 包括后面 后面是个树林 他一下下大雨 长时间他积水 从屋里就 从屋里就躺出来了 从门就 从后边就迎接了 就连奶奶自个儿也说了 住在这里头 他也是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听人家就说 这半间就塌了一下雨 塌了就给我盖上了 盖上我就给你住的 那房子是塌了 补了他 李璐说他都看不下去了 哪能让奶奶受这样的苦呢 所以就打算把奶奶 接到自个儿身边来安享晚年 可是没想到奶奶呢 竟然拒绝了 奶奶不愿意 他说这是他的地方 他又说这个说这话 他说 老人的一句话 我活在这里 死死在这里 奶奶不肯离开 房子又时刻处于崩塌的边缘 李璐说他都快急死了 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 他就突然想到了个办法 既然奶奶不想走 那就在原地 给奶奶再盖一栋新楼住呗 不过这就得把原来的那套老房子 先给拆了 他赶紧就跑去和奶奶商量 没想到奶奶这次同意了 有了奶奶的支持 李璐说他就立刻动工了 他是出钱出力 前前后后花了十多万 他说了 他做的这些呢 奶奶都看在眼里了 于是奶奶也表示 等百年之后 这栋新房子就给李璐了 可是一听这话 李慧这边就无乐意了 他说了 李璐想尽孝呢 不是坏事 但凭什么不跟他商量 也不杠他一句 就擅自把他的房子给拆了呢 而是他们的奶奶 是的 虽然这些年来 他一直都住在那 但房子毕竟是他理会的 不相信大家来看这房子证 奶奶又有什么权利 想把这房子给谁就给谁呀 不是这个政策我的 产权证是我的 原来就在2007年 李慧的母亲和李慧的妹妹李莉 就杀了好了 决定把房子过户 给生活相对困难的李慧 而且他们当时呢 还去这个工程处办了工证 这就是李慧办理的新产权证 这上面确实清楚的写明 薛桥村老宅的这个产权属于李慧 是啊 按理说李慧有证在手 他才是房子的主人 李璐和奶奶确实都无权处置那房子 可是让人意外的是 面对这个房产证 李璐却不屑一顾 他甚至还说 即使李慧有证 那也不能证明房子就是李慧的 因为他同样有证据证明 那房子不是李慧 而是奶奶的 证据难道还有比房产证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到底是什么呢 李璐呢 这就说了 其实就在房子拆之前 奶奶给他看了一份 曾经和李慧母亲签订的协议 原来这房子早就已经是奶奶的了 当时我拿着拿着来 我一看之后 这就是我奶奶的 他这个协议 因为就是放弃了这个房屋 杨主兵冤欠 李长室 冤儿子 山羊锦 2300美元 现由房屋 一切归于李长室 微墙等 门方等一切 归于李长室 这是杨廷瑞 他那边的签子 还有 我们学校团 人民体育委员会 卡在工长 这个东西你是什么时候 才建造的 就是在建房子之前 就是准备建房子 给奶奶拿出来 在死之前 你都不知道有什么 对对对 协议里提到的杨淑萍 就是李慧的母亲 协议签订于1997年 这份协议的大概意思就是 李慧的母亲当年呢 由于欠李慧奶奶的钱 所以就拿那套房子 作为抵押 给了奶奶 李路还说 他当然知道 不能擅自拆别人家的房子了 他以前也以为 房子是李慧一家的 所以在动工之前 他也犹豫过 但既然这份协议写着 这房子是奶奶的 只要奶奶同意了 就可以了 所以他后来这个 拆房建房的一切行为 都是征得了奶奶许可的 既然如此 他这么做 就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里头 根本就没李慧一家 什么事 是啊 如果协议属实 那早在1997年 这房子就已经归属于 李慧的奶奶了 那么李慧手里的那张 法展证 后来又是怎么办到的呢 然而提起这个事呢 李慧却塌了口气 他说那份协议呢 确实存在 但那当时根本就不是母亲真实意愿的表达 其实在协议的背后还隐藏着他们家的一段伤心往事呢 刚才我们说到李璐拿出了一份1997年签订的协议上面写明李慧母亲把房子抵押给了李慧的奶奶 然而李慧却说那份协议根本就不是母亲的真实意愿 其实是被奶奶逼迫的 甚至当年他们一家之所以会离开村子 也是奶奶一手造成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回想起小时候和奶奶发生的一切 李慧至今都历历在目 李慧说因为她和妹妹 当年奶奶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好 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 奶奶对母亲的态度就更加恶劣了 李慧说每天过着这样的日子 她都有童年阴影了 他们娘仨怎么受得了呢 所以最后呢 在母亲娘家人的劝扰之下 母亲这才决定带着孩子们改嫁 想彻底离开这里 开始新生活 但是没想到就在出嫁的那一天 还被奶奶讲的是一团糟 走的那天 她就堵着那个婚室 不让走 李慧不是说奶奶一直不怎么待见他们 那为什么还不让他们走呢 李慧说了 其实呢 这跟当年父亲的去世有关 因为父亲是因为事故去世了 所以当时获得了一些赔偿金 奶奶之所以不让他们离开 就是为了这笔钱 现在上个人那个贵多少钱 你算是贵多少钱 你算多少钱 他没有过一个 他走的时候我拽他拉他 他不叫他走 他不过 他车来拉他了 我不叫他走 我不叫他不过钱 他一走了 我老婆说 我拿走他 奶奶就是怕以后拿不着钱 所以不肯放李慧的母亲走 而李慧说她母亲当时呢 为了能够脱身 才会迫不得已 跟奶奶签下那份协议 说白了 那就是个缓兵之计 但是没有妈前名 是当时村里边写的 是我叔叔前名 那肯定不是他的意见 因为他这个方子 他觉得 别不敢是是男孩女孩 因为我和妹妹毕竟是我父亲的孩子 不管是男孩女孩 肯定就是这个方子以后 就是我们的 他不会想把房子给任何人的 而且最关键的 据李慧说 他母亲离开之后 为了把房子要回来 其实早就把钱付给奶奶了 然后分了三次吧 应该给请 就是给请他了 这个房子给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李慧认为既然钱早就还清了 那奶奶手里的那份协议 也就自然失效了 不过显然那奶奶 可不是这么认为的 相反 他坚持这份协议依然有效 因为他说 当年李慧的母亲没有收信用 该付的钱压根就没付清 闹的时候 那时他约讲题该解读 我就抓他不叫做 他给了一千块钱 我只能值得一千五年吗 你又没来问我 我又来看我 这几年你又没来看看我 他就是跌我了 我就是我的了 不问几千多一千 就跌我了 这个房子就是我的养老金 就是我的钱 反正奶奶就一句话 她有协议在手 这房子就是她的 不过说到这儿呢 有个问题就让人不明白了 既然协议上写着房子给了奶奶 那后来李慧怎么还能办到产权证呢 这您就有所不知了 那是因为当年那房子 其实根本就没有过户给奶奶 一直都还在李慧父亲的名下 所以李慧后来才能通过公证 顺利的过户到自个儿名下 可是既然奶奶一直坚持房子是她的 为什么当年她却没有要求过户呢 奶奶觉得既然有协议了 那就没必要再去过户 而说了这么多 反正现在的情况就是 一边坚持那份协议有效 房子归奶奶 另一边坚持协议无效 房子归李慧 两边谁也不服谁 最后李慧也没办法 就把李璐告上了法庭 李慧说其实他一开始也没打算 真的告李璐 毕竟一家人有什么事都可以协商 可是没想到李璐竟然拒不认错 我一直到咱法院去了三趟 第三趟我才 我才就是挟着这个起诉说 李慧说 去第三趟才起诉他 期间子前要让他上他单位 亲自找过他一趟 那就是我的房子拿出来的 他是这种口气 他就没有一点回恨的意思 我说你要这种态的话 那咱只有上法院见了 对不对 他说随便 所以说毕竟我没有法 才走到起诉他这一步 你知道吧 那李璐那边呢 他开始的时候觉得房子 反正他都已经盖好了 所以对唐姐的刑事问罪 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直到对付公堂 李璐才感觉到问题严重了 毕竟他当初连拆旧房 在建新房 前前后后花了有十四五万 对他来说呢 也不是个小数 万一真的败诉了 那房子被拆 损失巨大 我收到法院的求诉之后 我去照顾他 他很生气 我作为一个小的吧 我是弟弟 你有些事我还不懂 你也就是原谅一下 房屋本身 这个房子已经盖起来了 盖起来 我还是出了一片消息 我大也不在了 我的父亲也不在了 没有人照顾他 我说你早干什么了 这起诉我也都已经起诉了 你早这个态度 我不会走到这一步 通过反正 总典人也到我家 也多少有七八四左右 是吧 去调节 去舍贺 当时我就是在我愤怒的情况下 我就就是一心想把这个房子给他拆掉 因为他太不尊重我了 太求人了 就说这个房子就是说这用来赔偿嘛 我说我叫他给赔偿 你有什么意思 我永远失去这个房子了 我给他也没有任何情形关系了 李慧的愤怒 异于言表 他说他的要求很简单 他根本就不想要什么钱 就是希望李路把他们家恢复原貌 那栋新楼房怎么盖的 就怎么拆了去 而经过几次开庭 法官觉得这件事其实并不复杂 判决起来的难度也不大 被告的行为呢 违法的情节还是比较恶劣的 他没有经过原谅的同意 甚至没有打招 把他原来家里的三间老房 拆除另建了五间楼房 在建房过程中 没有取得任何的审批数据 首先他没有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证 也没有经过规划部门批准 他的行为不仅违反了 承强规划法的强定规定 也严重的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如果判决他拆除 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然而考虑到李慧和李路之间的关系 法官觉得这样的简单判决 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如果支持原告李慧的要求 拆除那栋新房 可能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甚至会再次激化这家人的矛盾 所以法官对这件事进行了冷处理 希望能够用调解的方式 化解他们的矛盾 你想你做的对吧 你选择大你不大事 你小你不小 你也别打过人了 你就能干杯这样的事 事情一定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我也是有让不到这个程度了 但是党子 你都做的不对 你跟那检皮不是 你党子说 你党上上下你去打电话 你都不得看今天这个建国的 跟那检皮不是 李慧姐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调解一时间陷入僵局 不过调解人员始终没有放弃 眼前的调解双方嘛 毕竟是一起从小长大的姐弟 一定还有缓和的余地 而看到李慧伤心的样子 李璐这会儿呢 也是从心底里知道 自个儿真的是做错了 这个时候他终于对李慧 说出了那句迟来的对不起 其实在李慧的心里 他其实始终也是不愿意 一家人打成这样的 虽然这件事情 李璐确实做的不对 但是面对李璐的诚心道歉 李慧慢慢平静下来了 他觉得这毕竟是自个儿的弟弟 这些年来也确实一直是李璐 再代替他照顾奶奶 最后也许是亲情的力量 化解了李慧原本的怨气 最后呢 这两姐弟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 李璐同意一次性支付李慧 七万五千块钱作为补偿 而李慧呢 也最终放弃老房子那块地的使用权 对人家把房子过户给李璐 就是这个母亲一说的话 合金黄院的时候 咱这个房子给谁 还是给他姓李的人 毕竟我们都做出来 鸽子有鸽子的家都不会要那个地方 他现在状况也比较可怜 也是没有父亲的人 甲庭重难也非常重 不得不说李慧最后把房子过户给李璐 正是他作为姐姐对弟弟的宽容 正是他的让步 才给这件事画下了圆满的句号 家人是什么呀 那就是无尽的宽容和谅解 试想一下 如果李璐面对的不是自家姐姐 他最后的结局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收场 但是呢 我们先撇开李慧不说 回头来看看李璐做的这个事本身 其实就是因为缺乏这个产权意识 法官也说了 农村有些地区呢 确实存在不少忽视产权归属 不经过规划许可 无视审批手续的撕拆乱件的现象 有些人呢 可能和李璐一样心存侥幸 以为先攒后奏就能占着便宜 其实那种行为早就已经违法了 最后不但劳不到便宜 反而还会给自个儿招来更大的麻烦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天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观众再见 感谢观众